然後他們一直對這個高雄的藝文界也有很大的貢獻 那因為如果說是從北部或是從國外來的交響樂團 那動作就是要需要非常多的住房 那我們魏武營從2008年開館之後也有非常多的國際團體來高雄來登台演出 那從這邊呢我們就建立了跟高雄文化飯店非常親密的這個工作的關係 那在去年那藉由2022台灣燈會的舉辦 那我們和高雄市的觀光局那當然也是看這個高雄福華大飯店 就有另一個階層的這個合作 從燈會之後呢那我們在去年的花露露的同樂節 我們也開始推出這些就是主題的這個住房 那另外呢我們在文創商品的部分 也看這個福華大飯店有做品牌商品明明的開發 那今年也很高興我們這個做技術下台 那也很替花露露高興 還有一個兄弟在這個福華大飯店 這個Hobby Show也產生了 那也藉由這個Hobby Show呢 我們今年花露露也會進攻這個獸山動物園 他會在7月的第一個星期呢 他就會闖入這個獸山動物園 那對於這個成立到今年秋天 剛好會滿中年的魏武營來說呢 我們藉由這個花露露 藉由跟和華大飯店 藉由跟高雄市政府的這個局促的合作 可以讓魏武營跟在地有更多的這個連結 那我也相信這個會是一個國家級商館 在在地的發展的一個正確的方向 可以再多一點點介紹花露露嗎 對 你是說他本人嗎 花露露他是我們在事實上在疫情前 我們就發展出來的一個人物 應該講是人物吧 雖然他是從外星來的 那其實並不是只有花露露一個人 那我們今天在台上也看到有總共的三子 但是其實整個花露露跟他的朋友 其實是有非常多的 那這個是在很多年前跟台灣的一個年輕的藝術家 那我們取得他的同意 然後讓我們在魏武營把花露露打造成一個 我們某一種程度的一個品牌大使 就是藉由花露露可以讓更多人認識魏武營 讓更多的年輕的小孩們 然後親子們可以因為花露露來多來魏武 那他因此呢 我們也把我們的同樂節 也舉辦快要十年的同樂節 我們也把它冠名變成花露露的同樂節 董事長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今年的同樂節嗎 對 我們今年的同樂節從7月6號開始到23號 那總共在三個週末 我們會有四檔 分別是兩檔來自國際上面 兩檔是國內精彩的親子和兒童的這個節目 那我們並不是只有做表演節目而已 我們希望讓小朋友在整個7月來到魏武營 都有全方位的可以感受到 魏武營對於兒童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去處 我們也舉辦工作坊 我們一般的這個導覽的這個活動 甚至管風情介紹的這個活動 我們會特地開辦這個專門給小朋友來參加的活動 每個月的這個黃昆市集 所以在7月的部分呢 我們特別來開辦小老闆自己 讓小朋友在這邊也可以當起老闆來賣東西 那另外我們還有故事屋 然後還有當然每一次每一年都會有這個大遊行 邀請熱秀的這個藝術團體 來幫我們打造一個以花陸陸為中心的一個遊行的這個行列 那另外呢 很有趣的是從去年開始 我們和高原市政府運動發展群合作 在去年第一次推出這個小孩小朋友的足球 他非常受到歡迎 那今年呢 我們在雙方討論之下呢 決定除了足球之外 我們還會另外再開辦拔河比賽 那當然也是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 希望就是說 在衛武營並不是只有欣賞表演節目 他還有很多事情 好玩的事情 讓整個小朋友開始發現